这个女孩站在河里,背着比自己还高的枪锻炼耐力,下着瓢泼大雨也不能停下,买雷,做陷阱,格斗,这些她都要做,年幼的她并不明白这些意味着什么,一心只想着生存下去。 女孩名叫小梁,在这之前她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,她的父亲是朗诺政权的一名上尉,母亲是优雅美丽的富太太,她们一家七个兄弟姐妹,衣食无忧,相亲相爱。 然而,这样的生活却在红色高棉入城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1975年,美军宣布撤离柬埔寨,金边人民刚准备欢庆胜利,红色高棉军就占领了金边,他们手持武器迅速涌入了街道,他们自称安卡,把平民的武器全部收缴。 以武力为警告,四处在城市宣扬,美军不久后要在城市进行轰炸,民众都要离开城市三天,去乡下避难。 街上一片混乱,小梁一家人也开始收拾行李,他们带上必需品,坐上家里的卡车,便往乡下赶去。 一路上,到处都是逃难的民众,还有被抓起来的朗诺政府官员,士兵,等待他们的将是死亡。 父亲一脸凝重,一路载着他们往城外驶去,晚上,他们停在了路边,就地露宿。 小梁慢慢进入了梦乡,梦里充斥着隐隐的恐惧与不安,他看到许多鬼魅一般的红色高棉菌。 第二天一早,小梁就被红色高棉菌的驱赶声吵醒了,一家人赶忙起来收拾行李,准备出发。 就在这时,他们的卡车也被征用了,父亲手上那块价值不菲的手表引起了士兵的怀疑。 士兵把手表抢了过来,怀疑他是官员,父亲谎称,手表是老板送给他的礼物,才逃过一劫。 一家人只能步行上路了,路上,一辆辆载满士兵的卡车呼啸而过。 到了晚上,小梁一家人又在路边过夜。 火光下的父亲一脸凝重,趁着四下无人,他烧掉自己的工作证。 第二天一早,小梁跟着家人往前走,他实在太累了,停下来问父亲,不是说三天后就能回家吗?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,父亲不知道如何回答,只能鼓励他坚强一点。 前面是红色高棉社的检查站,许多人都被扣押。 小梁的父亲谎称自己是运输港的工人,顺利通过了检查,但是他们的东西却被搜刮了一通。 士兵们大声宣扬,在新柬埔寨,不会有银行,不会有贸易和私有财产,不会有贫富接济。 民众的贵重物品都被扣留。 鲜艳的衣服和鞋子也被夺走扔掉,从家里带的食物也已经快吃完了。 一家人疲惫不堪,小梁累得倒在地上就睡着了,但不一会儿就又被驱赶。 一路上,到处都是逃难的难民,还有被劳逸的僧侣。 红色高棉说,他们是社会的寄生虫,把他们当作牛来耕地,种田。 稍有怠慢,就是拳打脚踢。 终于,小梁一家遇上了住在乡下的舅舅。 舅舅听说了他们被驱赶的消息后,就一直在寻找他们。 坐在牛车上,小梁把手放在了舅舅背上,感受到一丝安稳。 劳累了这么多天,大人和孩子终于能安稳地吃一顿饱饭了。 村庄里满目绿色的稻田,看起来宁静美好。 小梁也和小伙伴们玩起了游戏,然而这种日子并没有持续下去。 因为父亲是朗诺的上尉,一旦被发现,整个村子的人都有可能丧命。 村子里的人没敢让小梁一家住在这里,为了不让舅舅为难,他们只好离开。 没过多久,小梁一家人就被运往了难民营。 这里是一处丛林,为首的军官说道, 安卡拒绝帝国主义和封建社会的所有东西,你们得放弃所有私有财产。 红色高棉实行共产制,他们要一起劳动,一起吃饭,没有私有财产。 一家人分一块土地,房子都要靠自己盖。 所有人都要把衣服染成藏蓝色,他们说只有穿的一样,才能消除西方,虚荣文化对他们的腐蚀。 女孩们还被要求剪成一样的短发,大人和小孩每天都要辛苦工作。 劳累一天后,分到的西周里面只有几厘米,四周都是拿武器的士兵把守,在他们暴力的统治下,没有人敢表示不满。 年幼的小梁也拿起锄头在烈日下锄地。 晚上,人们还要聚在一起参加政治活动,一位父亲被当作罪人压了上去。 他想给发烧的孩子找一些西药吃,却被红色高棉认为不用柬埔寨的药就是背叛革命,当场把他处决。 像这样,因为莫名其妙的罪行遇害的难民不计其数,甚至还有人被活活饿死。 强撑了几个月后,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。 田野里满目都是粮食和蔬菜,然而他们还是不能吃一顿饱饭,地里的蔬菜和粮食都要被运送往前线。 这时,小梁两个年纪稍大的哥哥和姐姐也被抓壮丁抓走了,他们要被送往其他地方参加劳改。 一家人哭着道别,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。 河里的一具尸体发出难吻的恶臭。 小梁拿着木棍把他划走,然后拿起水桶打水。 在田里劳作时,一个女孩因为偷吃了一点生豆角,被士兵狠狠打了一顿,百般求饶下才保住了性命。 孩子们早已饿得骨兽临寻,父亲每天工作回来都会带回来几粒米,这些米都被砸了起来,成了一家人的希望。 夜晚,一家人围在火炉旁,烤上几粒米,分着吃上几口,就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。 这天,父亲还在田里抓了几只蚂蚱,烤熟之后,几个孩子各自分了一点吃,他们记不得多久没有吃过肉了。 这香味儿让小梁想起了香喷喷的烤猪肉,他幻想着能早点回家,能吃上一顿大餐。 吃完之后,他们赶紧把炉子盖上,生怕被巡夜的士兵发现。 这晚,小梁梦到了一顿丰盛的大餐,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, 然而醒来,却发现什么都没有,他走向一旁的米袋,狼吞虎咽地吃了一点生米, 因为饥饿与辛劳,村庄里每天都有人死去。 小梁的母亲也好像一下老了几十岁,时不时地就会流眼泪。 这一天,传来了一个坏消息,小梁的姐姐吉夫在劳改营生病了, 小梁跟随母亲一同去看望姐姐,姐姐气若油丝,话都说不上来,只是流着泪。 小梁此时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,母亲一个劲地哭, 她想留下照顾女儿,却被无情赶走。 几天之后,吉夫还是去世了,这个坏消息彻底压垮了母亲。 小梁问姐姐,人死之后会怎样?他们会去哪里? 姐姐也不知道,小梁说希望吉夫不要再回到这里, 父亲从前的职业对他的生命有很大的威胁, 小梁生怕父亲突然被抓走,总会在人群中寻找他的身影, 确保他现在还安全。 然而没过多久,父亲还是被带走了。 短暂地告别后,父亲离开了, 小梁心里感到一丝不安,大喊着让父亲回来,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在视线里。 这晚,他梦到父亲被扔在了一个坑里,吓得他猛地醒来。 年幼的小妹妹一直在喊饿,哥哥冒险去田里想摘一点食物, 却被士兵发现,被打得头皮流血。 此时母亲明白,再这样下去,几个孩子都将性命不保。 他赶忙为他们收拾行李,让三个孩子各自逃到不同的方向, 冒充孤儿去其他难民营讨生活,更名改姓。 这样,即使他们有一个被抓到,其他人也不会被抓到。 母亲把全家父拿出来,给了他们一人一张。 小梁不想离开母亲,但是母亲没有别的选择。 三个孩子趁着夜色便上路了,到了白天,他们走到了一处树林。 四周都是巡逻的士兵,冰冷的枪口隐藏在草丛里。 在神像前祈祷之后,哥哥就往岔路的一边走了。 小梁和姐姐一起走上了另一条路,很快他们就被发现了。 小梁说自己和姐姐是孤儿,想找一个地方住。 士兵给他指了一个方向,那里有一片农田,也有营地。 小梁小心翼地道谢之后,便和姐姐上路了。 一到农田,他们就开始在地里干活。 吃饭的时候,小梁终于分到了像样的米饭。 劳动之后,孩子们又聚在一起上课,学着女人的样子高喊着口号。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后,小梁突然又被带走了。 他因为聪明能干,被选中了参加童子军。 他恋恋不舍地和姐姐告别,这是他身边唯一一个亲人了。 他终于离开了姐姐,被带到童子军。 在这里,他们要睡吊床,课堂上都是差不多大小的孩子,学习的是更激进的口号。 每天练习格斗对打,还总是被带到丛林里挖土,埋雷,放陷阱。 小梁并不知道这些是什么,他只知道不按照指令做,就会难以生存。 没多久,他们又开始学习用枪,红色高棉为了锻炼他们,让他们背着枪站在河里。 沉重的枪杆压着他们,下着大雨都不能挪动分毫。 小梁因为表现良好,被奖励去看望姐姐,他把自己的米饭仔细裹了起来,准备带给姐姐吃。 然而到了这里,小梁才发现,村庄已经残破不堪了,到处都是灰尘,没有人烟。 小梁在以前住过的房子里,找到了姐姐的玩偶,他慢慢闭上了眼睛。 恍惚中他看到,一个小女孩正在废区里使劲地想摇醒妈妈,空旷的地上只有他一个人。 没有了姐姐的下落,小梁对生活的期待与希望也慢慢变淡。 这次回去之后,小梁训练得更加努力,税嫩的脸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笑容。 夜晚,一声轰鸣惊醒了小梁。 睁开眼睛,他看到了四处的火光,营地被炸毁了。 营地里的孩子惊慌失措,四处逃散。 小梁也跟着往外跑,他担心姐姐的安危,一路上大声喊着姐姐的名字。 四处都是被烧毁的房屋,刺眼的火光让他心里非常恐惧。 找不到姐姐,小梁忍不住大哭起来,只能跟着人群毫无目的地走。 一直走到清晨,他又累又饿,心情十分低落。 不然,姐姐和哥哥出现在了他的身后。 小梁终于露出了笑容,眼中也恢复了神采。 他依偎在姐姐身上,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。 兄妹三人在路上四处寻找食物。 他们抓到了一只鸡,没有舍得吃,带着他就上路了。 1979年1月7日,越南占领了柬埔寨首都金边。 红色高棉终于政权瓦解。 走在路上,小梁又看到了很多越南士兵。 他有些害怕,紧紧贴着姐姐走。 路上有很多受伤的难民。 在难民营,他们遇到了三个小伙伴。 伙伴们邀请他们一起住。 战争时期,一切食物都是奢侈的。 六个孩子烤了一只鸡和一条蛇,总算是填饱了肚子。 互相依偎着躺在地上休息。 突然间,小梁被爆炸声惊醒。 驻守的士兵迅速起身回击。 炮弹声和枪响声此起彼伏。 难民们则成了牺牲品。 小梁和哥哥姐姐躲在了土坡后面。 他亲眼看到昨晚一起吃饭的小伙伴遇难,心里害怕极了。 战争愈演愈烈。 慌乱的难民逃向一旁的树林,哥哥姐姐也不见了踪影。 小梁走向树林,焦急地喊着他们的名字。 然而四周却连连发生爆炸。 小梁站在地上,突然想起自己以前埋的是什么东西了。 看着眼前的惨状,他哭了起来,心里十分愧疚。 小梁小心翼地往树林里走。 不知过了多久,才终于找到了哥哥姐姐。 他们又来到一处难民营,准备搭建棚子。 这时,传来了一阵喧嚣声。 这里的人抓到了一个红色高棉军人。 民众们纷纷跑了过去,把他团团围住,愤怒地对他拳打脚踢,想把之前遭遇的痛苦都还给他。 小梁看着那个士兵,慢慢想起了父亲的样子,吓得哇哇大哭。 片刻之后,难民们也终于明白,他们这样做,改变不了之前遭遇的一切。 众人沉默着一一离开,直升小梁站在士兵面前看着他。 望着小梁纯净的眼神,士兵羞愧地低下了头。 这片营地终于没有了恐怖的士兵,也没有了炮弹战火,小伙伴们都在水里嬉戏。 小梁也换下了藏蓝色的旧衣服,他在临时搭建的病房看到了一名刚出生的婴儿。 他开心地笑了,心中的希望又一次被点燃。 暖阳下,小梁看到两个哥哥正朝自己走来。 他赶忙跑过去,几个兄弟姐妹拥抱在一起,他们终于又重逢了。 在这场磨难中,他们相对来说是幸运的。 在1975年至1979年,红色高棉长达三年龄八个月的恐怖统治下,柬埔寨约有两百万人死于饥荒、迫害等非自然原因。 这些人口约等于当时整个国家四分之一的人口,被称为二十世纪最大的人为灾难之一。 他们杀死了我的父亲,一个柬埔寨女儿的回忆录。 这部电影,根据柬埔寨仪美国作家汪良在2010年出版的同名回忆录改编,采用纪录片的手法,以小女孩从五岁到九岁的视角,讲述了这一段灰暗的历史。 相对于现实,影片中的表达要克制许多,但也足以让人们了解到这段历史。